又試 Sienta 了 今次這輛不是水貨 而是行貨的 Sienta 不過這輛是汽油版本,不是運動版 上次和大家試了 Sienta 的水貨版 頂版的水貨版 今天終於試行貨版 本來想水貨和行貨一起拍攝 和大家談談兩款分別 但時間卻不足 沒有辦法,所以唯有獨立出行貨版的影片 Sienta 裏面,無論是性能操控 甚至是設備 上次水貨版我都給大家介紹了一次 大家看完影片後都很清晰 行貨版大家會更容易買到 所以一定要談談行貨版裏面的設備 以及今集這輛車不是運動版 而是汽油版 想和大家談談操控上的分別 當然加速爽快度確實是沒有運動版這麼快 但當下速 大家看看轉速聲 但起碼很快就能夠提升 因為轉速時動力會立即大起 所以很快就會令到整輛車的動力暢順了 加速時需要忍受少許的轉速聲 其實這輛車很快便可以回到最正常的加速水平 兩種分別在上斜是最明顯的 例如在大山上斜時 有一個摩打的輔助確實是比較好 分別物質太明顯就未必去到這麼大 它沒有加速度 所以一定要自己拍下去 M-Bomb 所以自己去做調校環 因為現在我們用Normal Mode 但我可否再快一點 想動力更好一點 我們可以按POWER MODE POWER MODE 再去解鎖 比一換時在POWER MODE 運動版會更快 但在汽油版上的POWER MODE 明顯與Normal不算有太大分別 如果大家想節省的話 可以回到ECO MODE ECO MODE 最節省 日常代表時可以在ECO MODE 再重新一次 我本身喜歡今代的SENTA 最大原因有兩者 第一,我經常和大家分享 因為日本的家庭車以兩方面為主 一是空間 二是操控舒適寧靜度 今次的SENTA 其實在降水寧靜的表現 比以前好很多 如果大家有試過車的話 其實應該會很認同我這句話 無論在高中路 甚至在普通的市區路面行駛 你會覺得現在的風聲和風設聲壓抑得很大 有很多的表現 我們現在在汽油版上 我們只是聽到起步轉數聲 之後走順了 其實沒有其他聲音傳進來 所以確實可以做到那種寧靜的感覺給你 空間不用說了 日本車就像SENTA 偷空間之王 很多置物的空間 如果有看過我們水貨車那一集 水貨版本那一集 就會很清楚它有多少空間給你 加上 Toyota 宣傳時 就說它的尾箱可以做甚麼都可以 車種泊也可以 擺賣也可以 單車放進去也可以 它在靈活上 確實是不需要做太多的擔心 行貨也有TOTAL SAFETY SYSTEM 3.0 即是我經常俗稱的TSS 3.0 主動式安全系統 其實行貨現在都給你了 不僅只有水貨才有 主動式安全設備 大家可以看到路線偏離前車碰撞 ACC 它都給你了 非常大的進步 當然你見到車價相應會提高了 但我覺得沒有辦法 你給了這些設備 車價相應一定會提高了 很多朋友看完水貨版 但對兩者的印象深刻比較多 譬如說兩側的門 電托門有腳踢感應 大家也可能很關心 可況沒有,可況是沒有的 甚至乎後座的風機可況是沒有的 希望之後王冠可以用選擇方式 交給大家 但這個我不知道 所以大家討論王冠會比較好 只不過我覺得 如果代理可以在選擇方式的地方 加上一些設備 讓大家可以自己衡量 加還是不加就會更加靈活度 另外,它的車機也是招10.1 吋 平足式屏幕 其實都支援 CarPlay 所以就沒有所謂 所以大家不喜歡這個介面 覺得它不好用的 用 CarPlay 便可以了 其他方面都是這樣 我經常都會覺得 最好的地方就是它操控上很靈活 視野很廣闊 無論我的大幕 無論兩側盲點 無論我後面的倒後鏡 所有的視野都很容易上手 加上我護舍半徑是5米 所以在窄路調頭 亦是非常舒適的 方便 其實是今代沒有挑剔的地方 可能是挑剔的 可能是車價比以前貴 但就沒有辦法了 我覺得剛才也提到 它會有這樣的安全設備 這樣的系統 兩者相互相成 大家不要誤會香港行火 只有汽油版 其實都有渾能版 汽油版車價是239,000 渾能版是289,000 除了TSS 3.0 主動式安全之外 被動式安全這次值得一讚 有六個安全器袋 這一點各大車媒都有講述 所以我就不再多講了 行火版本無論汽油還是渾能 都只有7座,沒有5座版本 汽油版本馬力有119匹 145mm 扭力 用10 前速、大迴動 CVT 波箱 油耗在WLTP 標準之下 是17.8 公里每升 順帶一提 運能版是25.6 公里每升 車廂最值得說的部分 除了有不少置物空間外 就是座椅物料系礦臭 線水和線油 打來容易 至於第三排座椅空間和如何收接 我便用水貨版本的片段示範給大家看 第三排座椅很簡單 第二排座椅很容易收接 拉一拉手柄 便會向前推就能夠搞定 很容易 上車 第三排座椅對於我這頂身型的朋友來說 其實是剛剛好 但真的剛剛好 因為我膝蓋都是頂著第二排座椅背的 如果你是高大的朋友 一定會覺得腳很辛苦 以及頭頂很辛苦 所以第三排座椅確實是給小朋友 或是新型小朋友坐 剛剛好 但第二排座椅的朋友也要遷移 可能要再往前一點 那就非常好 第三排座椅如何收接 我們現在先把這張特輪 我慢用一下 我當作 基本上是這樣的 基本上是第三排座椅 其實座椅的旁邊有一個手把 拉拉向前推 將第二排座椅收接 只要第三排座椅後面的 拉,一下子飛進去 運平就行了 其實很簡單、很輕鬆 就會看到這個空間很大 比箱空間大幅度是三十七吋半 至於它的深度,即是長度 好了,好,踩 差不多是二十九吋 好了,只要高度大約一米左右 運輪版的水貨和汽油版的航空貨 都給大家介紹過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哪一部較好呢? 不妨留言一起討論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旁邊等下 請就在參考